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成为汉高祖 更不可能有张良 萧和等功臣对他忠心耿耿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刘邦到底是凭借什么战胜了西蜀霸王项羽 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项羽相比 刘邦更懂人心 当初刘邦的军队到达关中之后 秦王紫英就拿着皇帝的玉玺和符节前来投降 有些将领就建议刘邦应该杀掉秦王紫英 没想到佩公说 当初怀网派我攻关中 就是认为我们宽厚容忍 再说 人家已经投降了 又杀掉人家 这么做不激烈 于是留下了秦王的活口 就向西进入咸阳 刘邦的这个决定就留下了一个宽厚仁慈的美名 后来佩公想留在秦宫中休息 但他听从了大将樊快和张良的劝阻 就下令把秦宫中的贵重宝器财物和府库都封好 又退回来铸扎在坝上 佩公招来各县的父老和有财德有名望的人 随后就有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约法三章 秦帝百姓听完约法三章后非常高兴 感觉遇到了救世主 争着送来牛羊酒食 慰劳刘邦军队里的士兵 但是佩公坚决不肯接受 他说 仓库里的粮食不少并不缺乏 不想让大家破费 这样 百姓就更加感动 巴不得佩公留在这儿 生怕他不能留在关中做秦王 你看 刘邦攻入城内不杀俘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马上就在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威望 而项羽呢 他到了咸阳城后纵容军队烧杀强掠 虽然得到了权力 但却失去了民心 攻城之外还能攻心 这是刘邦比项羽更胜一筹的地方 和项羽相比 刘邦还深知 什么叫做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项羽最后败给刘邦的时候 宁可自吻于乌江 也不愿趁机渡江逃回江东 但是刘邦不同 他在危急时刻 一定会逃 你应该知道了 刘邦曾经在张良和反快的帮助下 逃过了鸿门宴一劫 但在后来 刘邦和项羽打起来之后 也是在一次关键时刻 刘邦见机不妙 赶紧就逃 这一次 是刘邦带兵攻打蓬城的时候 他不幸被项羽围困在了 行阳这个地方 眼看着成为瓮中之鳖了 这时刘邦的下属 一个叫弃信的人 自告奋勇 对刘邦说 如今情况危急 请让我假扮您骗过储君 这样您就能找机会逃出去 刘邦答应了 这天深夜 刘邦在行阳东门 放出了两千多名 披着盔甲的犯人 让他们冒充士兵 细信则坐在刘邦的马车内 出了城门 随行的士兵们 边走边喊 刘邦投降了 刘邦投降了 项羽的军队听到这声音 便信以为真 停止了进攻 而趁着这个机会 真正的刘邦 就偷偷从行阳城的西门 成功逃脱了 刘邦逃出来之后 渡过黄河 与其他各路诸侯会合 共同组成了 讨伐项羽的大军 怪不得三十六级中 走为上级 你看 刘邦就完美地诠释了 这个道理 如果刘邦 留在原地硬扛 估计历史啊 就将被改写了 而知人善用 是刘邦打天下 最重要的原因 他最可贵的地方 是谋士们提出了建议 即使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他也会审时夺势 采纳好的建议 从见如流 但项羽却做不到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一期我们说过 楚怀王跟诸将领约定 谁先入关中就立谁为王 可是项羽没有尊重约定 他攻入咸阳 灭掉了秦朝之后 就立自己为西楚霸王 改立佩宫为汉王 给刘邦分封的是巴蜀地区 又让张寒 司马新和董毅统治关中 防止刘邦东山再起 分封结束后 刘邦带着三万兵马 去往封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刘邦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当时刘邦的士兵 根本不愿意到偏远的巴蜀 在路上就有许多士兵 借机逃走了 大将韩信 发现了这个情形 就对刘邦说 项羽按照军功风暴 但是您军功最大 地方却最偏僻 由此可见 项羽根本没有把您放在眼里 我想 不如我们利用大家渴望回家的心情 向东进攻 和项羽争夺天下 刘邦当即就同意了 韩信的说法 带兵打了回去 而这个决定 让刘邦朝着汉高祖的位置 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几个月后 诸侯们不满项羽的分封 乡气起兵叛乱 刘邦趁这个机会 重新占领了关中 后来 虽然韩信和匈奴勾结反叛 被刘邦镇压 但是刘邦自己非常清楚 能帮他打下基业的功臣当中 韩信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其实不仅是对韩信 刘邦对开国大臣们的才能 都了然于心 他曾问将领们 他能打天下的原因是什么 将领们都对比了他和项羽 说了他的优点 又批判了项羽的缺点 但他却说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比不上张良 镇守国家 安抚百姓 保证运粮道路不被阻断 我比不上萧和 统帅百万大军 战则必胜 攻则必取 我比不上韩信 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 我却能够使用他们 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项羽虽然有一位范增 却不信用 这就是他被我勤获的原因 正是因为刘邦对陈子的能力一清二楚 才能让他们在对的地方 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像下象棋 把棋子放归了位置 就能够直接改变战局 其实项羽身边的谋士范增非常厉害 说他像刘备身边的诸葛亮 也一点不为过 只可惜项羽 没有信任范增 更没有采纳范增的亲欲良言 最后的失败可以说已经注定了 你已经知道了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由平民登上地位的皇帝 而且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亲自征战而统一天下的皇帝 但是你知道吗 在中国历史上 他还是第一位 把修养生息作为国策 在全国大力发展经济的皇帝 不仅如此 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良禄力度官用以赴于民的政策 倡导节俭财政支出 减轻百姓赴税 另外刘邦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夏求贤赵 在全天下广招贤士人才的皇帝 他也知道文化的重要性 所以他祭祀孔子 并重用儒式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汉朝其后世以儒家文化 为主体思想来治国 就是汉高祖刘邦的这个举措 奠定了基础 最后我给大家普及一个成语 叫高乌建林 这个成语跟韩信有关 当时汉高祖刘邦刚登基不久 就有人向他报告 说韩信谋反 刘邦知道后 按照丞相陈平的计策 借机把韩信降为怀音侯 而大夫填肯对刘邦说 皇上赤服了韩信 皇位稳定 关中这个地方 地势险要 是皇上建立霸业的根据地 这里进可攻退可守 非常便宜 如果从这里发兵 可以攻打诸侯 可以居高临下 高乌建林 势不可挡 高乌建林这个成语 就是来自于这儿 它的本意只能是把瓶子里的水 从高层顶上倾倒 那么水从高高的屋顶 倒下来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底下的人都被淋湿了 所以居高临下的发出攻击 效果最好 因此高乌建林 就是用来形容 地势优越 势不可挡 现在这个成语 可以只对事物把握全面 了解透彻 好了 阿诚老师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 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 听了谁的建议打回了关中呢 仔细回想一下 在留言里写下你的答案 被选中的同学会得到神秘大理 在下一期 我会为你介绍刘邦的第一任妻子 也是史记中唯一力转的女性 李厚 如果你想知道司马迁为什么为他力转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